來到阿里山就一定要大大看阿里山小火車 這個誕生於民國元年的森林鐵道 早期作為運輸原木而路途美麗的景觀 穿越了熱、溫暖三種靈相 和鐵路特殊的構造 逐漸發展出了觀光產業並且馳名國際 但你知道嗎 像這樣美麗的景點 也曾經發生過兩次死亡的翻車意外 歡迎繼續收看紅色封鎖線 我是蔡秉鴻 2003年3月1日 這時正值阿里山的賞音季 讓許多遊客慕名前來觀賞 而來到阿里山小火車的鐵道行 那肯定是少不了的行程 但就在這一天 一輛從找坪車站開往神木車站列車 卻在下午2點04分的時候 發生出軌意外 前四節車廂全部出軌翻覆 而其中一節的車廂甚至墜落溪谷 這導致了17人的死亡 而意外發生之後 還開始流傳 在這裡有亡魂等著來鎖命抓交替 究竟這起意外是怎麼發生的 而現場的情況又是如何 燒出來是幾樣速度很快 然後有稍微轉彎 第一節車廂就撞到那個半壁 然後後面的車廂跟著追撞 然後就彈起來 很多人都在那邊愛好 然後在那邊哭 又有人當場就暑假 下午2點6分 這部從阿里山開往神木區的區間車 滿載100多名遊客上山 沒想到在離站約一公里後 卻突然翻覆 造成現場17名乘客死亡 166名乘客受傷 2點09分從我們臨時月台開車之後 那麼在第一個彎道 它就發現煞車失靈 煞車失靈之後 這個整個車子它就無法控制 所以在我們下山的過程裡面 機車頭是在最後面 那麼整個四節的車廂 第一節就是最前面那一節 首先撞到山壁 車速過快還是要撞到山壁 車廂的側邊全部被削掉 並且卡死在貼櫃與山壁之間 我們靠近點看 你甚至還能從這些扭曲變形的車廂中 看見斑駁血跡 而第四節的車廂 更是翻落了5公尺深的山谷 橫躺在溪流之上 而這也是阿里山鐵路通車以來 最嚴重的事故 現場傷者是哀鴻遍野 有10名乘客是當場避命 另外還有7人是送醫後 宣告不治 受傷的旅客 陸陸續續被送進來 醫院的急診室人滿為患 傷者 家屬 焦急的心情 全寫在臉上 我帶你們過去 你慢慢來 不要急 受傷的旅客 有人自行下山就醫 而傷勢較重的旅客 則透過直升機和救護車 下山急救 好快 阿里山森林遊樂園的 鄉林衛生室是當時傷患後送的第一站 但首次遇上了重大事故 加上這次的死傷人數實在太多了 急診室人滿為患 而當時有一對父母 衝進整間苦苦哀求 搶救他們的孩子 但醫護轉頭一看 這小孩早已沒了腦袋 真了 那我們中山以後 我們第一節車廂的人 比較沒有受傷 趕快每個人都爬出來 我爬出來以後 看到第二節的車廂已經斷成兩段 第三節第四節都在溪底了 而且現場就有大概幾歲的小朋友 在那邊頭就破一半了 還沒到了當時 差差不多一百公尺 所以聽到整片的哀嚎聲 喊救命 有一位婦人 三姐妹同時上來玩 我聽到在喊二姐二姐 整個臉已經都刮青了 叫我把她做那個CPR 結果也是做了好久好久 也是沒有辦法 我也是看旁邊 其實很亂 第一時間目睹了這場人間慘劇 阿里山異景 劉志雄的心情還是很激動 在阿里山土生土長30多年來 第一次看到這樣重大的事故 驚嚇之餘 沒有太多時間思考 想到的只有趕緊救人 意外發生後 阿里山當地的異景 以及山青野投入的救災 因為比起正規的救難隊 土生土長的他們 更熟知如何穿梭山路 以及在峽谷中攀爬 不過這次的意外 死傷者超過了百人 要面對如此龐大的數量 阿里山的衛生室 量能根本難以附和 因此後續又出動了 海鷗救護隊的直升機 來運送死者和傷患下山治療 但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因為原以為已經結束這場出軌噩夢 接下來竟然發生了 直升機墜機的意外 可以說真的是禍不擔心 和父母親一起被救出來後 直升機迫降的意外 讓輕傷變成了重傷 送進家戶病房 我們那個小兒子因為割到那個玻璃 玻璃這邊整個皮都翻上來了 死裡逃生的經驗 讓林家華一家人魚肌猶存 雖然小兒子因為二度受傷 病情加重 不過一家人總算是安全的活了下來 那邊已經經歷過一次 這種那種災難你知道嗎 但那邊又直接又這樣子摔下來 真的是又嚇一跳 怎麼又是我們 經過這兩次災難這樣子 自己這麼幸運 全家人這樣子 大家都沒有說就是 受到什麼就是有輕微的 重傷害那個 參與救援的UHEH直升機 是1970年代出場 美軍在越戰時的主力機種之一 而在當年的台灣約有一百多架 用來執行中低海拔的救難任務 任務的半徑是大約一百公里 這一次也同樣投入救災 卻在升空的時候 失去動力而墜毀 其中一部空中消防直升機 在3點13分從水上起飛 不過起飛沒多久 機尾掃到山上的樹枝 導致螺旋掌受損 當時正駕駛緊急應變 於3點49分安全迫降到柱山 情況怎麼樣 現在傷害都已經痛了 那那個真的是小 這樣有點像不好 其他都非常害怕 成功迫降的消防直升機 當時機上有一名機工長 兩名駕駛員以及九名傷者 其中九名傷者包括火車 翻覆罹難的兩名死者 以及七名輕重傷乘客 並沒有發生之前傳聞的機身墜毀 當時的山上並沒有起霧 視線十分良好 怎麼會發生意外呢 根據了解UH-EH可搭載的人數 不超過十人是否就是因為超載 讓這架已經服役了三十年的機體 無法附和呢 救援傷患的直升機 為什麼掉在山谷 駕駛張立全說 基於搶救人命的考量 當時載運人數確實接近飽和 因此駕駛將直升機起飛測試馬力 立刻發現超過承載 想要返回觀日樓旁的空地 原點降落 卻有場地空間都不足的外在條件限制 因為周邊尤其是我右方前方 都是地面的收救救援傷病患 都是這些人員 而且他們正在準備處理 九棟三號機的人員的裝載 所以這個場面沒有辦法 做一個正常的緩回落地 而可怕的是直升機在下坠的同時 竟然有人被拋飛出機外 摔落地面慘死 原本應該要救人 現在卻反而變成了殺人 這在當時引起了非常大的討論聲浪 到底致命被拋飛而摔死的死者呂民宗 他是在機上就已經死亡呢 還是是因為墜落而造成了致命傷 先生確實有在3月1號下午的3點2分 跟3點5分左右 分別打電話到嘉義他修車廠朋友家 還有台北的家裡面 但是呂先生也在小火車翻車後 第一時間他有受傷 包括輪內有出血 然後他的胸部也有受傷 那所以法醫的研判是打了電話之後 他身上的傷事慢慢慢慢地惡化 當時搶救的分隊長小隊長等人 也都證實呂先生當時因為傷重 在上直升機之前就已經不幸理耐 檢方定調呂民宗是上機前已經不治身亡 後續才遭到拋飛 因此這起意外的死亡人數維持在死犀人不變 不過這仍然是相當嚴重的死傷事故 這也是阿里山鐵道通車以來最嚴重的意外 而死的家屬接到二號之後 自然是得到事故現場招魂 不過想要上山 勢必得再搭乘阿里山小火車 可是他們的親人就是死在火車出軌的意外 搭乘阿里山小火車 這每分每秒都是折磨 這複雜的情緒與痛苦 不是每個人都能承受 準備要到意外現場為一歲的弟弟招魂的時候 沒有想到兩小弟弟搭上小火車之後 一聽到汽笛聲音 情緒就馬上崩潰 不斷的吊著眼淚說不敢再坐火車 短短四分鐘的車程對他來講卻是長時間的折磨 阿里山小火車意外發生的第二天 上百名零難者的家屬搭乘小火車 到了事故的現場進行招魂儀式 家屬哀痛的心情讓現場的氣氛凝結了起來 記得帶我跟我們回家 你的喜歡的衣物跟著我們回家 在法師的誦經聲當中 17名零難者的家屬是帶著牌位跟招魂番 來到意外的現場進行招魂儀式 好棒喔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一次的出軌意外 從倖存者到駕駛都說是因為煞車失靈 到去過彎時車速過快才會碰撞山壁出軌 但這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在外界探究真相之前 首要的還是得先把墜骨破損的車廂給搶救出來 小火車發生意外事故今天進入第三天 頂務局特別派出了大批的工程人員進行拖調工作 把機車先拉起來 拉起來之後的話再來拉這個 阿里山機車車廂 由於事故現場地形十分陡峭 大型機具根本無法進入 所以整個清除工作都只好靠著兩部怪手來完成 好不容易從三公尺深的山溝拖出來的車廂 被放置在轉向架上 將在臨時修護站裡浴火重生 機車目前所在的位置就是當時阿里山小火車發生的現場 這就是當時的第一節車廂 我們一走進車廂就可以看到 當時翻落的痕跡還有嚴重撞起的痕跡 都是相當的慘不忍睹 那麼這就是當時的煞車系統 即使當時正副駕駛已經緊急的拉下煞車 可是小火車根本就不聽使喚 根本就煞不住車 嘉義縣地間數檢察官開始介入調查 以離心為何無法煞車 而他們在機車頭和第一節車廂之間 發現了關鍵的線索 它就是一個開關一樣 它剛好接了一個空氣閥管 一個管 那就是說它要把它 檢測室要把那個腳懸塞打開 那機車行進間的話 空氣才能夠貫通客車 四節客車 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要煞車 腳懸塞位於火車頭和車廂的連結處 是煞車系統高壓空氣流通的控制法 當處於開啟狀態時 空氣可以透過氣壓管線 流通到後面各車廂 藉由氣壓讓煞車器產生效果 如果是處於關閉狀態時 因為空氣無法流通到後車廂 各車廂的煞車器也就無法動作 從檢方調查結果也發現 事發時腳懸塞確實是關閉狀態 所以火車駕駛所說 煞車失靈的關鍵就在於此 那列車長他上了列車之後 他在他的手車座位上方 他並沒有確實查看壓力表 有沒有達到每平方公分五公斤的地步 他也沒有確實的依規定 就這個煞車的系統 是不是有貫通做一個測試 所以檢察官認定 這四位被告他們業務過失致死 跟業務過失傷害的嫌疑重大 我們都依法提起公訴 那有一支被告士 他們過失的情形非常具體明確 所以檢察官被檢測室 我們也具體求行 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 那對正副駕駛還有列車長 我們向法院具體求行 有期徒刑三年 我們從程序上來看 如果腳懸塞出了問題 駕駛室的儀表監控 也會顯示異常狀況 而列車長跟正副駕駛三人 行車前沒有在檢查 而行政中又沒有監控 同樣得要負起責任 不過這起意外 造勢責任最大的 莫過於在檢查時疏忽打開 腳懸塞的檢車室溫福明 到目前為止 相關的來龍去脈已經釐清的差不多了 這根本問題就是從腳懸塞未打開 再到駕駛 列車長都沒有做好儀表監控 才會導致煞車失去作用 而列車長蘇英福 駕駛 蔡震生 以及助理駕駛劉柏月 這三人都被判刑 兩年六個月定驗 而被判的最重的是 呂浮明的三年有期徒刑 但檢方光是收押他的時間 就長達兩年一個月 在這段時間讓溫福明 因為自責以及罪惡感 他的身心狀況是大手打擊 更罹患了重度的憂鬱症 他最終選擇自己手上絕路 來到溫福明台南獄警的老家 溫媽媽一想到養了四十多年的心肝 在兩個多月前服毒自殺 讓他每晚都睡不好覺 我媽媽帶我們來到他的房間 床頭櫃上還擺著溫福明生前 買的頭痛藥和酒 我媽媽說自從兒子交保回家 整個人瘦得像皮包骨 每天鬱鬱寡歡 看著全家府的相片 問媽媽心疼兒子的傻 也擔心家庭的經濟問題 讓孫子不能好好念書 最終溫福明選擇親生 來替自己的疏失付出代價 而石谷地點則建造了 阿里山森林鐵路車難紀念碑 用來懷念並且警惕後人 而這起悲劇雖然與此畫下句點 但八年後的2011年 阿里山小火車又再度發生死亡出軌意外 這下一次我們再來好好的聊這起案件 也歡迎有想法的觀眾們 一起在底下留言討論 我是蔡品宏 我們下次見